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這個新的帥哥 帥哥醫師團 夫妻相處難免會起爭執 但你知道不健康的婚姻關係 也會傷害身體喔 就讓今天的醫師好辣 來告訴你吧 三位藝人也要來大聲訴苦辣 其實婚姻的殺手 不僅是這個 比如說教育的理念不同 或者是經濟的壓力 或者宗教的關係 國系之間關係 都是婚姻的殺手之一 但是婚姻殺手 在柴米油鹽醬醋茶當中 消磨掉愛情 更可能彼此的健康也消磨掉 我來看看他的殺手之一 有了小孩就是戰爭的開始 真的 大家有感而發 有什麼真的 生四個的還有什麼真的 就是啊 生意過的還有請友 你是四個一定很多問題 很多 以前就有一個研究說 這個 跟單身的女人 是相對寿命比較長的 這樣說 就是說女人都辛苦 她結婚既然是比較不健康 或者比較短寿的 那男人是倒過來 這種研究當然不是說 絕對非常客觀的 但是就是有這種說法 可是女性都受到了這個 進入家庭之後 她的壓力非常的大 那我講的今天這個案例 這個太太是個年輕的這個太太 她來到門診的時候 就跟我說很焦慮 我產後三年才第一次做抹片 我說那你為什麼剛開始做抹片 她說忙的 忙翻的 沒有空做抹片 結果一抹片 現在發現是這個醫生說 她子宮頸癌第二期 我說哪那麼嚴重 不可能吧 你婚前先 這個產前有做 結果看到報告 我說不是啦 是子宮頸細胞病變第二期 第二期跟子宮頸癌第二期差很多 第二期後面還有第三期 就是重度病變 後來零期癌 之後才子宮頸癌的第一期 他在第二期 他聽到第二期 他聽成第二期 第二期 他下了半死 這種病例我經常地碰到 所以說他都很緊張了 那我就開始講了 就是說他這個 什麼生孩子之後很可憐 然後又憂鬱 然後這個現在 又發現這些狀況 就開始哭了 我們護理師急著趕快拿 這個衛生紙給他擦 他就開始講了 我說先不要解 事情沒有那麼困難 他說我產後憂鬱 我說你那時候為什麼憂鬱 他說因為他老公是 獨子 可是他偏偏就生下 我說現在很多到處都獨子 沒有關係 那獨生女獨生子很多 結果他說 重點是公婆期待 第一個小孩是兒子 但他生孩子是女兒 我說你很好啊 不是很貼心啊 他說我也是這樣想 那我公婆不這樣認為 但重點是老公都不表態 老公就是好像 又很孝順嘛 那就不說話 結果他就覺得他很孤立 然後現在麻煩是 他的那個女兒 現在三歲了 要進幼稚園 那他說 我們家旁邊就有一個 非常好的公立幼稚園 那這個非常棒 那他公婆說 這個不夠好 這個距離加幾公里外 就有一個這個 私立幼稚園更棒 他說問題是這樣 我每天都還要再接送 然後這個 又私立學校又比較貴 然後我老公 又不是那麼多會賺錢 家裡也不是那麼富有 結果他說 他就一直跟他說 其實這這麼小 應該只是玩一玩就好 比較重要 這個應該先讓他快樂 童年快樂比較重要 他們公婆說 一定不能讓這個孫妮 這個輸在起跑點上 所以一定要加 去參加很多這個才藝辦 還要去讀私校 才幼稚園 他就說幹嘛要這樣子 可以等過幾年再說 比方說小學或者國中再說 他說開玩笑 怎麼可能等小國中 那小學他幼稚園 就已經要這樣搞了 他就說 他就一直覺得 他老公為什麼都不說話呢 他說老公 你要幫我講話 他老公說 可是如果我這樣的話 我要得罪父母親也很痛苦 為難 那這個時候 發現某片異常的時候 他覺得說 一定是你在我懷孕的時候 胡搞瞎搞 造成我現在的這個異常 因為他讀了書也知道說 子宮頸癌的病毒是HPV 其實性情緒傳染的 那我就跟他說 沒錯 大部分是性情緒傳染 但是 不表示一定是 沒錯 你先給一下胡家 對 我說 但是 不一定是在這段時間 因為他可以長達一二十年 所以不一定是現在的 對 可能是以前亂搞 可能是以前亂搞 以前 如果他以前有前女友 不叫亂搞 對 他以前有以前女朋友 對 或者他自己有前男友 這都不能叫亂搞 以前有上一任 這樣不能叫亂搞 他還說 這樣講也說到底 他說他就想知道潛伏期多久 我說 我說那可以很久 那也可以五年 十年 二十年 都可以 他說那這樣 他就釋懷了 可是他又開始講起這個 這個癌前病變 他說那這個多久會變成癌症 我說 還很多年 你現在發現了 就來得及 但是你這樣很會安慰人 我說來得及 因為他距離子宮頸癌 真的還要很久的時間 你現在發現了 你就不可能讓他變癌症了 我們做一個很簡單的 顏椎切片 就可以處理了 你還可以再生下一胎 他還上網查過 下一胎可能會造成這個流產 我說流產率很低 對 他真的是焦慮型的 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的看法 老公應該要強力支持他 這一點我是覺得他耿耿以懷 就是說 當有困難的時候 有意見不一致的時候 你都沒有站在我這邊講話 他都是孤君在奮戰 他孤君在奮戰 因為今天談婚姻 結果全部都男生 我們一定會被人家罵 我們都是帶來生這一天 但是因為小弟 我接在鄭教授後面 我今年接任婦產生心 醫學會理事長 所以我們很了解 很多的事情 你就知道 生跟心是一起的 我分享兩個故事 我曾經有一個夫婦 這個夫婦是比較年輕 二十多歲 二十五六歲 懷孕待產都還好 兩個都很高興 生完以後 產後檢查的時候 這個女生就臉色不太好看 隔一個多月回來說 她說她還是很不舒服 怎樣等等之類的 但是她結束以後 問我一句話 她有點想做 親子堅定 我說 妳幹嘛想做親子堅定 她說 我女生 女生其實自己最清楚 但是她火大 為什麼 她說這個小孩生下來 本來照顧就很不好照顧了 也新手也不會帶 結果一開始還有耐心摸摸 到後來所有人都說 這一定 你懂我意思嗎 公婆那邊都是 我們家小孩以前都沒有這麼好 這一定是你們的 她後來都火大 那難道 然後偶爾會講一句 你知道嗎 像我們家的 你知道 那有時候從家的時候 會吵這種話 她就很火大 她就跟她老公講說 那如果這樣我們做親子堅定 到底是不是你的 更氣的是老公說 也好啊 對 所以她很氣啊 她說其實我們親子堅定 以前常常是男方挑戰 或者偶爾女方 那個是沒結婚 她搞不清楚是誰的時候 她會很早就要求來問 很早生完才來問 結果驗 糟了 那你覺得 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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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正確的 這個我要講對不對 這是用錯效果 但是你要想 驗名正身 這個是皇家嫡子了對不對 沒有 梁子已經結下了 一年多後 離婚 所以你就知道 其實光這個教育 這個衝突 親子的態度 還有旁邊的人言人語 那個都是一把一把的招 那個很可怕 年輕人其實就這樣子 就沒了 那我分享第二個個案 那個更特別 這個本來來的時候 男生很帥 女生也算是很可愛的 青春美少女 那時候大概二十二三歲 第一胎來 兩個都很高興 第二胎來產檢的時候 男生就比較少來 然後女生來 但是過程也還好 她也很高興 生的時候我就有印象 覺得這一胎沒有上胎高興 可是很正常 很多生完第二胎 第二胎的時候她比較沒感覺 因為會累 想到回去一個人要一打二 就會比較累 結果過了差不多在半年左右 這個女生又回來 其實情緒很不好 因為她懷孕了 這個女生是喜歡小孩的 她還是喜歡 想把這個小孩生下來 可是她的男生 她的老公就覺得 已經兩個太累了 而且我猜那時候 情感有點生變 所以就來做人工流產手術 我還記得流產完的時候 她在那個會故事 就一直哭 其實之前像我們這種流產 都會請她想清楚 那時候提醒他們想清楚 但是還是一直哭 就再隔了一年半 這個女生又來產檢 但是這次來的呢 離婚了 跟前任 就老公離婚了 我就問她 原來前那個男生 其實真的滿帥的 所以稍微有點 外語花一點點 那之前其實她都來容忍她 那這個男的呢 來陪她長得比較普通 可是看得出來 把她當皇后在之後 寶貝一樣 那女生就覺得不太一樣 那種被照顧的感覺 我看得出來那種 對 尤其是在懷孕的時候 天天好像在講愛情故事 對 其實你從婚姻跟健康的概念上 其實它是加分的 可是重要的前提 剛剛延長壽命的概念來講 有一個重要的 要幸福 彼此必須要能夠產生 照顧跟互相移開的 靠近的白色 對 對 對 彼此鼓勵互相容忍 這個婚姻才會幸福 是 對不對 其實現代女性哺乳 常常會得到乳腺炎 其實得到乳腺炎的時候 真的很痛苦 真的很痛苦 因為那時候 你又一直有奶 你又一直要擠 又一直要擠奶 可是又在發炎又在擠 是非常非常疼痛的 可是有很多的婆婆 她都會覺得說 小孩子吃母乳 是比配放奶好很多的 有這個觀念 很多爸爸也是這個觀念 所以對於要求她老婆 如果能夠 如果能夠母乳的話 就是堅持下去 只有一個女性她36歲 她是她的第一胎 她說三個月之內 來我們診三次 三次都是乳腺炎 而且每一次發作都很厲害 有兩次還差點住院 因為她就是一直發燒 抗氧素差點都壓不下來 每次吃藥都吃兩個禮拜以上 她來三個月 請必須每個月就要發作一次 等於每一個月 都有一半的時間在吃藥 她說她第三次的時候 我就跟她講說 我就說你要不要考慮 就是把它弄掉 因為我不好意思 直接開這個孔 因為我們哪有人說 叫你直接 就是醫生叫你鼓勵 你不要餵母乃的 只是我就說 也很痛苦 要不然你考慮把它就停掉 她有說不行 我說為什麼 她說她的婆婆跟她的先生 非常的堅持 一定要餵到兩歲以上 才可以餵 叫她想盡辦法 叫她想盡辦法 一定要繼續餵下去 那我當然就是 清關難斷的家務 是會不能介入 我說好 那就繼續吃藥 結果這次好了之後 又來了第四次 第四次又來了第四次乳腺炎 這次也是好 可是她這幾個月裡面 不但因為一直餵母乃 又一直在吃藥 又一直在乳腺炎 她每天幾乎都在感冒 她除了乳腺炎之外 她身體很差 她整天在感冒 結果我第五次看到她在哪裡 在急診室 她因為感冒的時候 病發了肺炎 嚴重的肺炎 一個三十幾歲的人 竟然病發嚴重的肺炎 後來住 差一點住到肩膀 沒有啦 沒有被插管沒有住到肩膀 但是她住院住了三個禮拜 才打下來 結果那一次打完之後 因為身體太差了 自然就退胎了 結果後來就沒有再 就是自從那一次之後 她的那些婆婆 才沒有知道說 要繼續餵下去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